前主播张宇于11月宣布离婚 结束长达6年的婚姻关系 还举办了一场离婚派对 今日他在社群上透露 离婚后常思考幸福的家庭应该是什么样的 幸福家庭就像是一个模板 但不幸的婚姻种类也很多 不是狂晒全家福的 就是幸福家庭 因为家家都有本难练的经 他谈言自己很害怕离开婚姻 因为一个人孤独到老很可怕 但在婚姻中两个人孤单到老 又比较不可怕吗 他认为只要父母亲 能各司其职地爱孩子 维持健康互助的关系 可能比不断争吵的环境更好 因为家庭里的气氛远比一场值更重要 张宇认为即使选择了离婚 但婚姻仍是美好的过程 并分享自己很喜欢的一句话 要珍惜的不是人 而是与对方的缘分 也认为结婚与离婚都是为了幸福 这是因为珍惜两人之间的关系 所以才决定以自在的方式相处 虽然无法继续当夫妻 却捡到一个人生挚友 以后也还会是彼此人生路上重要的伙伴呢